已经到了竭尽全力的地步 山本康复设下的陷阱 究竟在哪里呢 我想起了兰斯教授的话 这可以说是一个数学家 和另一个数学家的较量和决斗 确实很刺激 永勤 周梁 你们看 这里 应该是我们考虑的重点 为什么呢 根据我对山本康复的了解 他应该会在这里布下陷阱 说不通啊 这紫光密码总体规律 沉显的是德国的密码风格 我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他是在美国学习的密码 对英美体系的了解 并不比我们差 文所长说的没错 所有的可能性我们都试过 就是没有想到 他会在两种体系的中间设置陷阱 没错 现在的问题是 你觉得 他会设置一个什么样的陷阱呢 很新鑿 穿过 common 基本的功能 流氓 若 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三本康复的陷阱 想法很大胆 说说你的理由 既然我们假定对手 会在两个体系之间设施陷阱 那么下一个假定 就应该是两个数学家之间的对话 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 如果是我 我会怎么做 这就是答案 总量 接下来工作就该看你的了 是 你这个学生真不错 比你的学生怎么样 一个人干工作量太大了 咱们帮帮他 好 我带给他 这个给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对不起 我把你吵醒了 你成功了 死光命马破译了 芝麻药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命名可言了 太好了 你就是太了不起了 芝麻 芝麻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没有你 我什么感觉也不会有 你小子 不老老实说你搞什么一场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都怪我不好 这你就不如我了 我早就醒了 但我不发出失忆 快吃饭吧 我买了早点 先来举杯 庆祝我们胜利 来 丁青 你也是大功臣 来 干杯 江文人长非常高兴 他要亲自为你们受勋 将军 我希望暂缓受勋 为什么 根据破译的密码 我们能够准确掌握对方很多重要的线索 为了不让对方觉察 知道此事的人越少越好 很有道理 毛泉军 死光密码破译之事 还有多少人知道 我是当面向委员长汇报的 当时并没有别人在场 其他的人全在这里了 很好 范围不要再扩大了 那调查局立峰呢 瞒着他不合适吧 还是不让他先知道吧 知道不是对他不信任 而是为了预防外衣 一旦情报泄露 追查起来也方便 是 我们终于抢得了先机 日本人在明处 我们在暗处 我们要抓住这个千载难封的机会 继续扩大战果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紫马一号主要是供日本空军和间谍网使用的 尤其是汉口机场和重庆的间谍组织 那我要求你们迅速的摸清汉口日军机场的行动规律 包括他们雏形的路线 目标 架次 月季提案 是 开会之前 我要宣布一条命令 在行动接触之前 任何人不得离开这个房间 除下达军事命令外 不得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 是 你开始吧 是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 汉口的日本空军将在明天对重庆进行大规模轰炸 我们的计划是 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对来犯日击予以见面 1941年初 日军出动20架战斗机 引入28架轰炸机 被军进行轰炸 遭到中国空军的核击 引入激战 日军被击落了12架战斗机 22架轰炸机 成为清华战争以来 此时最为惨重的一次失败 真不容易啊 总算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给了日本人一个教训 根据破译的电文 汉口机场的日军最高指挥官 已经被紧急调回东京接受制裁 要不是为了保庇 真应该给你们开一场庆功宴 将军 我们已经把重庆间谍网队有关资料带来了 对方的代号叫玉京香 是由设在东京的紫马情报中心所直接指挥的 这个情报很重要 玉京香应该是日本人设在重庆的最重要的间谍组织 一定要尽快破获 是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发现 与紫马情报中心直接联系的 除了玉京香之外 还有一个代号叫豌豆间的电台 只是它的发报量很小 我们只结合到一份电文 电文的内容是收到 那要密切监视 我会调动军方力量提高你们的截火能力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严格保密 对方一旦知道密码被破译 一定会请用新密码 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保密码固然重要 但抓捕玉京香也刻不容缓 根据委员长的指示 调查局必须介入了 当然 我们会严格的控制 进入人员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们的人从空军发来报告 种种迹象表明 密电索已经破译了紫光密码 昨天空战的胜利 就是依据破译的日本空军电报进行的 可据我所知 密电索已经对紫光密码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破译 不见得是全部吧 否则这么大个事情 为什么要对我们保密呢 何止是我们 戴老板整天和蒋委员长在一起 居然连他都不知道 怎么会这样 蒋委员长总不注意 连调查局都信不过吧 老头子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 除了他自己 谁也别想一家独当 可这样一来 我们就拿毛组合没办法了 毛组合本人 我们就不要打什么主意了 他是蒋委员长的亲戚 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但是对林秦 我们的工作要加强 是 必要的时候 我要亲自会会这个小丫头 是 王普江 在 从现在起 你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密电所 利用破译的密码 将潜伏在重庆的日本间谍 一网打进 是 是 好了 该开会了 我倒要看看 人家该怎么向我们解释 前天夜间 密电所成功地破译了日本人的紫光密码 文所长 恭喜了 昨天白天 根据密电所提供的情报 我们准确地伏击了前来轰炸的敌机 吸得了很大的战果 这件事儿你知道吗 文所长 我不明白 既然是前天破译的密码 为什么直到今天才告诉我 为了绝对保密 这我就更不明白了 难道我们调查局里有日本间谍 利主任严重了 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 是江委员长亲自下达的命令 是 我明白 今天的会议 依然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 如果会议的内容有什么泄露 那么到会的每一个人 都将受到严格的审查 文所长 把你掌握的情况 请大家介绍一下 是 根据破译的紫光密码 重庆潜伏着一个日本人 间谍小组 代号郁金香 下面 我们就请黄勇清秘书长 将破译的电文 向大家报告一下 到目前为止 我们破译了郁金香小组 跟东京情报密码中心 电文一共7份 现在正式移交给调查局 谢谢你们的努力和心情工作 我代表调查局在此表示 一定和密码所精诚合作 尽快破获郁金香简谍网 密码所和调查局 要抽调精干的人员 组成联合调查小组 根据已经破译的电文 尽快查出线索 是 我们这方面派出的是 调查局行动处处长 王浦江 我知道你 人称日本间谍的克星 请将军放心 行动处已经组织了 最精干的力量 只要发现线索 一定将他们一网打尽 你们呢 这件事 由黄永清秘书长牵头 由破译处副处长 郭忠良负责 郭忠良 破译紫光密码的功臣 两个人都很年轻 由你们组成联合调查小组 很好 郭忠良 郭忠良 刚才不是输入好的吗 九十多多三 二千六十多 这边瓶子怎么回来 夹地儿吧 算了 送吧 拿快点 根据破译的这几份电文 可以得出以下几份 郁金香小组 就是王浦江上次遭遇的那些人 是的 电报的日期 和内容都吻合 他们放弃了新山茶馆 转移到了新的据点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这个郁金香小组将要对目标进行观察 准备采取行动 这个目标 指的是什么呢 现在还没有答案 我们已经组织了大批的人手日夜监听 他们的频率跟发报时间我们大体掌握 现在能够肯定的是 只要他们双方有联系 就会被我们截获 很好 只要他们有进一步的具体行动 就会给我们提供详细的线索 你们的监听力量够不够 调查局的电讯处可以派人支援你 那太好了 军委会已经命令军方的大批电台 配合此次行动 再加上你们的支援 那无意是一张巨大的天罗地网 只要对方继续使用紫码一号 他们迟早会落入我们的罚网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 一旦我们走漏了消息 或者是他们有所觉察 我们的优势就将荡然无存 李主任 密电所的人应该没有问题 知道内情的人都在这里 调查局方面更应该没有问题 除代老板本人 知道内情的人也都在这里 那我们立刻开始吧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 我已经下达命令 只要接获到郁金香方面有关的电文 就会立刻送到这个会议室 由郭忠良当场破译 好 我跟郭处长一起等 门口要加强警戒 无关人员 于律不得闪入 小姐 好了 不用担了 谢谢 谢谢 组长 组长 准备发报 是 毕竟向紫马中心发报 准备 已经找到目标位置 明天进入目标范围 报告 这种事情 还是直接交给小川将军吧 是 给玉金香法电同意计划 给温豆江法电 迅速查明 着定空战与目标的关系 是 好消息 玉金香开始发报了 把这三分电纹交叉起来看 指向已经很明确了 电报中所说的目标 就是密电索 组合兄 李峰兄 请 密电索 在组合兄英明领导之下 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取得如此成绩 真是可喜可贺啊 我和国平兄都是密电索的副所长嘛 要说英明领导 应该是在调查局和机要局的共同领导下嘛 不敢当不敢当 我怎么能和毛将军相比 其实是不能和毛将军相比 我们调查局的人和组合兄的人也不能相提并论的 就说这位林小姐 她在密电索的实际地位和作用就远在国平兄之上 李峰兄 言重了 林秦只是个机要秘书 她的任务就是多听多看 记住一切应该记住的事 可惜啊 如此财貌双全的人才 整个调查局也找不出几个 真是可惜啊 主任夸奖了 两位长官请进吧 好 李峰兄请 你请 请 请 李峰 都到了 坐下 坐下 说吧 根据刚刚截获的三份电文 我们初步可以确定以下几点 第一 密电索就是郁金箱的目标 第二 对方将在明天采取行动 第三 行动的内容可能是坚实 也可能是武力袭击 还有吧 还有 除郁金箱以外 我们还截获了一份发给豌豆尖的芝麻电报 豌豆尖 这也应该是个代号 我们截获过一份电文 但是由于内容过于简单 无法进一步判断 但是今天这份非常重要 日本情报本部要豌豆尖迅速查明 昨天的空袭与目标的关系 如果目标是密电索 这就意味着日本军方对紫光密码产生了怀疑 同时意味着 这个豌豆尖有能力接近我们 甚至就在我们内部 你是说豌豆尖不是从日本派来的间谍 而是我们内部出了判断 而是我们内部出了判断 有怀疑对象 现在还没有 首先要确定的是 我们今天在座的人里面 没有日本人的罕见 在座诸位的欢迎可以被排除了 为什么 如果真的是我们当中的人出了汉奸 那日本人早就知道一切了 座和兄说的有道理 我们是应该提高警惕 但也不必草木皆兵 还是抓紧时间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吧 破译工作非常紧张 不能受到任何干扰 好吧 我提议这次行动还是由王浦江负责 是 王浦江 在 给你两个小时制定详细计划 直接向我报告 是 密切监视密电锁里所有可能涉密人员 主人的意思是 我认为这个豌豆尖就在这个院里 当然了 我没有证据 也没有具体怀疑对象 这只是一种直觉 密电锁和别的单位不同 它不隶属于任何机构 也不和其他部门发生业务关系 再加上它自身的保密措施又积极周密 要想获得情报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从内部下手 我明白了 主人放心吧 我一定睁大眼睛 好了 忙你的去吧 我要去监待老板 主人 我还有回电信处布置监听的事情 好 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是 首长好 里面有人吗 没有 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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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干什么 报告出座 我们是来搬电台的 搬电台干嘛呀 根据您的指示 这两部电台要搬到密电所 看啊 我这都忙糊涂了 搬走吧 是 这边怎么不来这么早 赶紧换鱼 我去二户提前等我 出事了 该知道的比较多问客 你先走吧 我办法晓得一回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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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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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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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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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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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